来了来了 这次是38口径蒸锅模具 展示一下模具使用的过程 提前烘好过模具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胶竹口都留得很舒适 雨水充满胶竹口 就可以停止了 胶竹口的铝水为凝固水 要去除这样锅底漂亮 自眼冷却一会儿 就可以脱模了 想要提前脱模的话 在锅底放条丝毛紧 降稳即可 以上就是模具使用 及长屏杆子 现在继续展示模具制作 把第一遍的处内火坪 均匀铺往模具外壳上 不用担心厚度均匀了 转动客道就会让耐火泥均匀 这一遍后老粉之道 再涂洗耐火泥把模具表面垫匀 一个磨就好坏匀 一个磨就好坏 上耐火泥这不至关重要 耐火泥后对后续调节成品重量 有非常大的绑枝 觉得成品太重 可以多涂两边铺模具 这样成品重量就下来了 觉得成品重量太浅 用沙子打磨一下磨一下磨具 重量就上了 而且磨具就像汽车一样 新磨具有个磨合器 愿用越分手 一般客户怕买到二手磨具 这个放行用过的磨具 比新磨具还贵